回到香港這次,是否心情有不捨得有期待? 有一點不捨得 期待又不是期待 都要面對 因為都要結束 所以不捨得成份大一點 期待就接受 之前破了自己的場數紀錄 接下來邁向二百場 你說心情沒有太大特別 是否因為掛著演唱會 還是已經很投入演出 不如這樣說 如果你沒有正常表演的發揮 後面就不會有場數 不如這樣說 所以我們都要搞清楚重點在哪裏 所以我自己習慣 尤其是今次的演唱 無論在心態上 或是表演上 技巧上 我都是覺得自己有進步 這個都在這次 我自己覺得 不要太過去計較 有沒有破紀錄 或者太過去 在意 這個是有多特別 今次這樣 盡量保持表現水準 可以在一致的情況下 就是這樣 你剛才說 演唱會已經是你生活一部分 擔不擔心 完成演唱會之後 開始不習慣 或者失落 我想不習慣 是一定有的 我亦都相信 我自己完成演唱會之後 可能都會有一段時間 會繼續 練同一樣的歌 做同一樣的事 但是 我自己覺得 尤其是做藝人 你始終都要向前走 就是 留戀在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地步 留戀同一樣東西 其實都是一個 一個 不是聰明的選擇 我都是選擇繼續向前走 這次公開賣票 就沒有那個售票處的賣票 是不是都怕 好像出現之前的 一些混亂的情況 這個都不是我害怕的 因為事實上是發生了 我也是在新聞看到的 所以它的確是有 一定的風險在那裡的 這次主辦也是有 跟康民處開會的 這個售票方式 也是他們建議和推薦的 都談過好幾次 其實很多不同的賣票 但是他們都覺得 這個是最安全 還有可能會出現問題 最少的方法 之前在內地的tour 網民就封了你為 滅罪的好幫手 學友自己怎麼看呢 首先多謝 無論你是哪位 來看我演唱會 我都應該多謝你們的支持 只不過是 對我們表演的人來說 越多人來 越多朋友支持就越好 只不過大家都要 大家都要為自己做的事負責任 今天不在演唱會被人抓到 或者逛街被人抓到 或者去便利店買東西被人抓到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只不過是這個環境 剛好 這次演唱會會不會過往 之前的演唱會有些不同的方法 是不會的 是不會有太大的不同 因為其實今次的演唱會 在設計上 都是 因為它不只是唱歌的配合 以前我們就比較簡單 做一個唱歌的表演 其實今次的表演是 配合很多畫面 音樂上面的 很多環節都是鎖死了 所以你說真的要改變它 我覺得都需要練習 需要時間 其實我也沒有這個時間 因為這次的 這次的群媒演唱會 幾乎每個星期都去進行 其實中間很多朋友結婚 都是趁 今天有放十天假 去結婚 有很多是這樣的 所以是不會有太大改變 衣服有不同 歌曲上面可能有一首半首不同 其他都是這樣 如果看了想再看的朋友看 或者一些未看過的朋友 都是歡迎來看一下 我們都期待 多謝 在這個舉止 很久不見 會不會有… 很久不見 在被轉子 也放一片…